你怎么回事 太多 别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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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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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浙江家中的这个火一样的男孩 就是本期变形记 第二位城市主人公 邹丹阳 十五岁 而此刻 他正恶欲相向的 竟然是他六十多岁的外婆 不要搞了 不要打了 扫大娘的怒火 被导演组极力劝住 但是不到两分钟 怒气未消的他 又冲向了坐在客厅的外婆 画家之年的老人 茫然无措地站立着 他实在无法理解 是什么 让曾经天真无邪的外孙 变成了今日的恶魔 摔门而出的邹丹阳 很快就像家中伤心的老人 跑到了岛后 他立马呼捧应断 还割狂欢 因为邹丹阳即将出发变形 一直在外地工作的妈妈 特意赶回老家来 为他筹备打点 但是妈妈没想到 一个多月没见 儿子给他的见面里却是 你今天怎么回 这么晚的 怎么回 你怎么都没了 你过来 我搞笑不想见 不要跟你翻 你都搞笑了 你干啥姐 你今天不要这么大 你够没了 你这用心呢 不走不走不走 不走不走不走 被他避得我自己都感觉 我都好像自己都快 没路可走了那种感觉 无路可走 这是被邹丹阳多少次 挫伤刺痛之后 爱自心切的妈妈 才会发出 如此撕心裂肺般的 无力呼喊 我就感觉我心 已经很寒了